吃的太多了 吃的多久不欢迎啊 才走到餐厅门口就被服务生挡下 有钱也不能进 男子被吃到饱餐厅业者列为黑名单 气到向媒体投诉 餐厅老板出面 情绪也很激动 男子一人的食量比三位成年男性还大 老板不惜撕破脸 也要把它挡在门外 大陆菜价肉价都在涨 让吃到饱餐厅拒收大胃王 一直变贵的还有建筑材料 澎湖和之前比大概能涨的都有小一万 胶啊包括还有一些金属的 这些都是一天一个价 所以说这个也导致着 这个业主的装修成本会增高 运输所有涨价 它运输也涨价 所以说我们压力特别大 现在也不敢存太多的货 海运价格全球飙涨 目前从大陆运送40英尺海运货柜 到美国的价格 比疫情前高了348% 联合国贸易发展会议 18号发布警告 海运价格飙升 恐怕会继续推动全球通膨 到2023年 全球物价可能会再上涨1.5% 长期仰赖进口贸易的发展中国家更惨 物价涨幅有机会高达7.5% 上海召开听证会计划调整巡游出租车运价 上海计程车拟定将每10公里 涨价约合台币25元 大陆11住行几乎通通都变贵 通膨压力持续升温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 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